本视频含有部分剧透没做完主线的还请啊 主啊请观看 虚无令史黄大傻 耗尸金沙金币撒 医生被刺好人卡 小鬼逗你又能砸 流音高达放一马 身藏不露是老娃 鸟个酱料撒一把 镖狗老叔受考打 横批我个傻子掺和个啥狼人杀呀 黄大傻作为黑大帅的令史啊 从PV里居然能让一直逼格在线的黑天鹅吃笔 所以说为什么黑天鹅看见黄泉的记忆就绷不住了 毕竟黄泉是黑大帅的令史 可能黑天鹅看黄泉的记忆里 他就看了六十集的喜羊羊羽灰太郎 这鼓鼓怪箭大作战和六十集的羊羊运动会 好比是前几天好兄弟给我发电车之狼的资源 一打开着花园宝宝 换我我也绷不住啊 一开始说这人一个人他就把泯灭帮给涂了 把明火大龙给灭了 我看着我一仓库的明火大龙四件套陷入了沉思 真不是我干的吗 不是脏步都搁我这儿呢 你们怀疑怀疑我呀怀疑怀疑我呀 但是不得不说是黄泉的出现 确认是让整个游戏体验都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就是抽到和没抽到完全是在玩两个游戏 过去路上有条狗呢 有个垃圾桶都要给我量脚 现在我看见路边有条狗 我得给他两口 砍几刀吃一口零食回打占几点 但是这零食消耗的速度太快 怎么办买不起零食怎么办啊 说起来哪里买零食最便宜呢 当然是 抱歉没有广告 接不到根本接不到 不进入战斗直接秒杀怪物 太轻松了 过去都是缩着头赶路 我感觉我就跟个王八似的 现在跟个李普希大夫似的 走的就是一个呼呼声风 恍如格式 人挡杀狗挡杀人 开拓我开的是天灵盖 甚至还能用密技来赶路 因为释放密技的时候 画面会变成了黑白色调 整的现在打绷铁跟上个世纪20年代的黑白老电影子呢 从耶路撒冷一路砍到南田门 一路上没见过一只活的怪 野怪身起沾满着自己鲜血的手把孩子推了出去 至少要让这个孩子活下去 可谓是万化从中过 韭菜都长不出来一个人 那就按着空格不撒手 剧情里是不轻易拔刀到了游戏里 刀销能拔的松的 能插进去俩啤酒瓶 这是啥 这是崩无真三国无双 黄玄成功的从来你是谁 我是谁 怎么都知道我是谁 到最后的你以为你是谁 我什么都知道的 转变 知道杀金的计划 甚至知道瓦尔特的崩坏能 不是为啥你能知道崩坏能啊 我本来以为主角和黄玄 我俩是一样傻的 本来黄玄的巡海游侠和主角 那是大洋游侠和海超人 突出一个一傻一狠 结果现在你啥都知道了 但是我不知道 你成神奇海罗了 我成太大型了呀 不是杀金你这是傻玩意儿啊 不是黄泉你那傻秘秘啊 能给我说说 包括华尔特你这拐贵傻味儿的 能给我整两口碑 到最后大伙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其他的我都懂 他甚至知道盔甲底下是流营 为啥你个崩铁的角色 还能知道崩坏能啊 阿弟真是雷电牙姨托梦啊 你是梅博是吧 确实男主生优势凯文 长得像凯文 拿起来长强还神色 天火圣财 你这再来个跟牙姨一模一样的 凯文cp没博士 我这也确实出戏 其实雷电将军 牙姨黄泉 这几个还是很好辨认的 一个做的饭吃了 如同上天堂 一个做的饭吃了 确实上天堂 一个不吃饭 他就能上天堂 不过这次突破性的更新 也不仅仅仅是黄泉好用 主要也是证明了 崩铁只要不把剧情整成的 什么旅游指南 还是能写出来好东西的 你都不能挑过剧情了 就应该让大伙看完之后 记得你讲了啥 仙州那边旅游的团建 除开静流的那剧情 剩下的我都真的是啥都记不起来了 就听导游说 各位旅客 我们到炼丹炉了 各位旅客 我们到植物园了 各位旅客们 我要死了 不是我来干啥呢 但是这边 无论是黄泉的空洞感 还是乐子林的无拘无束 也无所顾忌 还是杀心亡命赌卓的 觉得刻画 甚至是猎狗的反转 虽然被剧透了 但是萨姆盔甲底下流营的惊喜 多了深度多了内容也多了 角色塑造 希望后续能有更好的剧情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点赞过4万 咱们再出一期 清雀杀街澳门风云 祝大伙抽卡一发入魂 我是青狗 我们下期再见